這是我們原本超可怕的廚房 在老公細心打掃後變乾淨了 我們首先先組裝家具 認真的男人最帥了 組裝好之後有一個吃飯的桌子了 看一下覺得自己搭配挺好的 但是灶台還是很復古風情 於是我從淘寶上掏了幾樣東西 準備來讓廚房更好看又好用 第一步當然是要清潔囉 仔細擦乾淨待會才黏得住 打算讓灶台換個感覺 貼紙的技巧就是要細心還有耐心 邊緣也要仔細貼好 歷經幾個小時後終於完成啦 接下來就是把東西整理上牆面了 磚孔磚到一個天荒地牢 還發現磚孔雞買錯磚不過去 沒事我從頭來過 改用完用膠面沾洞直接黏著 再來把東西全部上牆面 由於醬料太多架子還是不夠用 但成果大致可以接受啦 於是我們有舒服煮飯的空間了 廚房改造成功囉 再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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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囉